住户尖叫 人在家中坐 台风刮进来 整片落地窗被吹走 中国大陆海南省多个靠海社区 被摩羯台风严重破坏 没法关了 人都不敢靠近窗户 因为特别怕随时被吸走 或者窗户一下倒下来 客厅的窗顶不住的时候 然后我就下楼去地库躲着了 我在顶楼嘛 低楼层的也是对了 基本上就全部装修的也全部存在了 摩羯台风是2014年雷马逊台风之后 第二个已超强台风 完成二次登陆中国台风 也是最强修台 更是1949年以来 登陆中国的第四强台 记者只能抱在一起 增加身体稳定的重量 不然很可能被吹走 官方消息指出 摩羯台风造成海南两死92伤 还有造成海南83万户电力受损 虽然台风已经远离海南 但是海口市遭受重创 大部分道路中断 而目前预计摩羯台风 7号傍晚在广西到越南海方一带 第三次登陆 见识风力达14到15级 整个北海市区从昨天夜间到今天 一直出现一个大风雨的一个天气情况 北海市区的范围内是启动了停课 停工 停游 停试 停运等等 五停的一个措施 越南在台风前夕天空出现巨大的云层覆盖 条状的云层向海岸延伸 仿佛海啸翻滚的画面 当地气象说明这是远程环流云带 是台风抵达前后容易出现的景象 今天新闻 正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